第四頁 好,我要移動螢幕希望它不會跳掉 我可以跟你講電腦螢幕跳掉了 可是只要投影機沒事就好 好,第四頁 在中間這一大段的這邊 Lady Elliot had been an excellent woman 如果投影機真的跳掉的話,跟我講一聲 Lady Elliot had been an excellent woman Sensible and amiable 有頭腦又待人親切 Amiable是friendly的意思 Who's judgment and conduct 他的判斷力跟他的為人 中間這個兩個逗號之間先跳過 到下面這邊 had never required indulgence afterward 都沒有什麼需要讓人縱容的 那這個afterward是什麼意思 指的就是中間這一段 If they might be pardoned the youthful infatuation which made her lady Elliot 翻成中文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撇開 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因為動了情感 然後變成 Elliot 夫人這一段的話 所以這樣講愛情關係 好像不是很看上去 就感覺好像不是很正向的事情 感覺好像就是女生 當時那個社會階層的女生 有頭腦胜過有情感來的重要 所以因為情感而戀愛結婚這件事情 還必須要撇開放一邊去 所以結了婚之後就沒有什麼需要縱容他的事情 接下來 She had humored or softened or concealed his failings His就是Sir Walter 所以Sir Walter失敗的地方 或是不足的地方 他的太太都 要嘛就是humor 這邊就是 叫什麼一笑自知 就是容忍 Or softened 讓他緩和下來 Or concealed 幫他掩藏起來 And promoted his real respectability 所以幫忙 維護Sir Walter的形象 這邊的real不是真假的意思 Sir Walter的形象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形象 他不是一個什麼好人 這邊的real的意思是說 讓人幸福的 讓人相信的 讓人那個 真的覺得他是值得尊敬的一個男爵 For 17 years 然後就掛了 And though not the very happiest being in the world herself 雖然他本人並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但是 had found enough in her duties her friends and her children to attach her to life Dan 至少在他的責任 朋友跟孩子身上 找到足夠讓他想要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And make it no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her When she was called on to quit them 而當他被召喚 必須要放棄 Quit 這個是acquit A-C-Q-U-I-T 就是放棄的意思 所以當他被召喚 必須要放棄 他的責任 朋友跟孩子的時候 這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要放棄 就是掛了嘛 當他死的時候 Make it no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o her 自己不會覺得無所謂 所以這三行 翻成中文就是 這四行翻成中文就是 雖然他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但至少他的職責 朋友跟孩子 讓他有活下去的動力 以至於真的 過世之前 他並不會覺得過世 也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這樣講 他看起來像是過得快樂嗎 好像也不是說非常快樂嗎 好像就是差一步就要自殺了 對 所以這一段 就是在講Lady Elliot 她 她 is an excellent woman 被奉為一個非常美好的女子 所以你就看 當時這個 上流社會對於女性角色的期待 就僅此而已 就是表現出來 在個性要有頭腦 然後又友善 要有判斷能力 然後不要被情感沖昏頭 然後又要體貼照顧掩飾先生的各種就是瑕疵 然後也要奉獻自己到職責身上 朋友身上 孩子身上 然後就死了 至於是完美女性生活 這個理想 我們可以先留在腦後 因為這個故事講的是 Anne的戀愛過程 那戀愛的結果 至少以這本小說的背景而言 戀愛結果就是結婚 但是結了婚之後 就會變這個樣子嗎 你就是自己去思考 然後去推想 第二題 Standards of beauty 怎麼樣說一個人貌美 那這個可以從第五頁看到 這一段 A few years before 這第一段 應該是第三段 A few years before Anne Elliott had been a very pretty girl But her bloom had vanished early 當然美貌很早就消退了 消沉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失戀嘛 這個之後會講 繼續 And as even in its height her father had found little to admire in her 即便最美的時候 他父親也覺得不怎麼樣 然後括號裡面有稍微解釋為什麼 So totally different were her delicate features and mild dark eyes from his own 他 那個臉部細節很精緻 然後眼神又深邃 這跟Sir Walter差蠻多了 他就看不上 他就覺得他女兒跟他差太多 就不好看 所以其實這一段在講 Anne的角度 其實是從他父親的角度 去講他 然後我們可以再看下一段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woman is handsomer at 29 than she was 10 years before 有時候也有這種事情發生 一個女人29歲 比19歲的時候還要冒霉 And generally speaking If there has been neither ill health nor anxiety It is a time of life at which scarcely any charm is lost 一般來說 如果這個女生並沒有 如果無恙 然後又沒有焦慮 那她29歲 在這一個人生階段呢 幾乎沒有少掉任何迷人之處 所以其實這樣講 她又說什麼 29歲不一定比19歲難看啊 然後也不一定有少掉什麼 就是迷人的地方啊 言下之意是什麼 一般情況還是比不過啦 一般情況還是19歲會比29歲冒霉啦 只是有時候不會那麼快消沉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看到 關於外貿標準就有兩個 一個就是身份地位 Sir Walter在看他女兒的時候 因為跟他自己差太多 他自己很重視自己的地位 他女兒好像沒有這樣的社會分量 因此他就覺得他二女兒就不好看 那這一段又在講說 因為年紀已經開始大了 以那個時候的社會而言 29歲女性還沒嫁出去 已經開始就是過了時間了 所以外貿跟年紀也連上關係 仔細想一想 就不是講說什麼幾何學啊 比例啊 顏色啊什麼 完全都是社會相關背景的資訊 當時的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當時的人說人家好看不好看 其實講的不是眼睛看到的 講的是人家的社會地位 好 第三題 Lady Russell 很不喜歡Mrs. Clay 為什麼然後同不同意 十一到十二頁 這邊有幾段可以看 好 所以第十一頁最後一段 第三行後面 這個是Lady Russell的觀點 打中了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五十四分回來 我們繼續講 先進去 謝謝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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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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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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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这个是第十一页最后一段 第三行这边 一段亲密关系 这边讲的是友情啊 which she, Lady Russell, wished to see interrupted 想要把人家打断 it was with a daughter of Mr. Shepard 注意后, Mr. Shepard 他没有封号,没有爵位 就是一个绅士 这个who is a daughter,他的女儿 who had returned after an unprosperous marriage to her father's house 一段不凡胜的婚姻之后 回到他父亲的家 什么叫做unprosperous marriage 不凡胜的婚姻 这边意思是他的先生没钱啊 他这段婚姻 先生死了之后 他没继承到什么东西 对,所以after a marriage 这个社会是前程信基督教的社会 没事不会离婚 那这边没有提到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 那就是他先生死了 然后他没继承到什么 回到父亲的家里 with the additional burden of two children 多了两个孩子的连累 注意那个时候burden的拼法是then 现在当然是用D来拼 把孩子 视为连累 这个观点要到浪漫主义时期才会变 真的开始变 如果有上我英国文学 有提到William Blake 他有提就是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就是好像孩子比较纯真美好 不然就是Wordsworth 华志华是有一句名言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孩子是成人的父亲 就是在讲说成人是什么样子 其实从孩童时期就奠定了 所以孩童时期充满着可能 然后纯真要保护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孩子的看法 其实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所以他这边上流社会 对于孩子的观点 还是比较传统 就是只是一个连累 然后等到长大成人之后 才是有价值的人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Mrs. Clay 所以她又没钱 又没有地位 又多两个孩子 She was a clever young woman who understood the art of pleasing 很聪明 又懂得取悦的艺术 就是懂得取悦人家 The art of pleasing at least at Kellynch Hall 或至少是在这个地方 很会取悦人 And who had made herself so acceptable to Miss Elliot Miss Elliot 是Elizabeth Miss是单身的意思 那这边讲的是Elizabeth 所以她这么会取悦人 让Miss Elliot 也不让Elizabeth 愿意接受她的存在 As to have been already staying there more than once 以至于她在那边 过夜住下来 已经不止一次了 In spite of all that Lady Russell who thought it a friendship quite out of place could hint of caution and reserve 这都是尽管说 Lady Russell 觉得这段友情 不合适 out of place 不合适 place这边 就不是地方 是地位 所以out of place 是不合地位身份的 而Lady Russell 因此不断提醒 说要小心 然后要保留 caution and reserve 但是旅劝无效 所以从这边看来 Lady Russell 担心Mrs. Clay 什么事情 她担心会发生什么事 她担心说 这个没有地位 没有钱 又要照顾两个孩子的 单身寡妇 会以某种方式 拖累到 Eliad家族 毕竟Eliad家族 是贵族 但是这个是一个平民 然后人家 又很会取悦人 说白一点 就是恶与残媚 这个也不是一个 正向的人格特质 会让人起疑心 为什么这么努力 想要取悦人家 是不是有某种目的 好 我们再跳到 我们中间跳过一段 到第二章最后一段 from situation 这又是讲地位 处境其实就是社会地位 Mrs. Clay was in Lady Russell's estimate 在她的评价里 a very unequal 非常的不平等 这个身份地位 相差悬殊 and in her character 在个性而言 she believed a very dangerous companion 很危险的伴侣 为什么危险 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行为 可能会拖累到 艾略特家庭 刚刚有跟一组讨论这一题 他们觉得说 Sir Walter 官夫 Mrs. Clay 寡妇 然后Mrs. Clay 又成天住在他们家 会不会 发生什么事啊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 然后Sir Walter 娶了他 这不就玷污了 艾略特家族的名声吗 然后又等于是 把艾略特贵族钱财 也等于是跟这个平民分享的 而且Mrs. Clay 两个孩子 有没有男生啊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要继承 他们的男爵的地位了 居然交给一个平民去继承 Lady Russell 担心的是这些事情 那之后我们会看到 Anne也有一点担心 那有跟Elizabeth提 那Elizabeth就觉得说多虑了 因为 她父亲也是很看重身份地位的人 Elizabeth就觉得 怎么可能会 会取这个 这个外貌又不起眼 然后又没有身份地位 又没有钱 又两个孩子的一个女生 怎么可能 但是Anne还是觉得说 难讲 现在看起来不大可能 但是不代表不会出事 那我跟这个 这一组的同学讨论 他们也觉得说 嗯 好像防范会比较好 所以Do you agree? 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就是什么身份地位 钱财没有那么重要 但有一点 我们现在还是会很起疑 就是人家恶于惨媚这一点 他希望借由手段达成某种目标 这有一种快要逼近欺瞒的地位 的程度了 这一点我想现在的人 也还是会觉得不可靠 要稍微防范一下 但其实同一题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从Mrs Clay的身份的角度来看 他一个单身女子 又要养两个孩子 父亲没有 那个先生没有留什么钱给他 他要怎么生活 他只能就是住在家里 靠他老爸吗 他老爸是个平民律师 赚的钱也不算多 那个时候的律师 不像现在一样 现在律师 很多人会觉得说赚大钱 主要是因为 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夜 开放让律师打广告 然后自己订 就是收费标准 那以前的律师 是比较像是 为国家服务的一种角色 一半一半啦 收费主要是以服务为精神 所以 说Mrs Shepard是个律师 不代表说他有钱 他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人脉 身为律师认识很多贵族 但是自己又是平民 然后钱也不算多 所以这样的话 Mrs Clay难道就是要让两个孩子 就是继续过这样的平庸日子吗 从他的角度来看 给他的孩子更美好的未来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看能不能让Sir Walter娶他 那这样子他两个孩子 就是一时无虞了 那但是因为就是作者 Jane Austin 他也是贵族家庭 所以他会从贵族的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好第四题 他们如何看待健康这概念 14到15 这边就是他们在讨论说要找访客 然后Mr.Shepard就 然后这边就是Sir Walter 在讲水手很难看 所以为什么Sir Walter 反对一个水手当访客呢 他有两个原因 first as being the means of bringing persons of obscure birth into undue distinction 因为当水手这件事情 会把obscure birth 就是出身不明 意思就是没有特别身份的人 把它bring to undue distinction 会给他一个不应该给他的一种名分 distinction这边算是名分荣誉之类的 他出身卑贱 但是还是受人尊敬 Sir Walter觉得这样子很不应该 and raising men to honors which their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never dreamt of 而水手如果生涯发展顺利的话 得到的荣誉 是他的父亲跟祖父想象不到的荣誉 那这个Sir Walter也有意见 就是你是什么身份 你就应该留在什么地位 怎么可以就是往上窜 这样很不应该 所以这是第一点 and secondly as it cuts up a man's youth and vigor most horribly 当水手会把一个男生的 年轻跟那个活力 cut up 这边可以说是就是毁了 会把它毁坏 他这边虽然讲的是年轻活力 但其实真正讲的是外貌 会把人家外貌给毁了 A sailor grows old sooner than any other man I have observed it all my life 然后就是以上这两点 他有指令了 A man is in greater danger in the navy of being insulted by the rise of one whose father his father might have disdain to speak to 所以这就是第一点嘛 就是 就是什么 僭越位阶 就是 看到一个自己父亲 会看不起对方父亲的一个人 突然窜起来 然后因此受到冒犯 这是这句话翻译的意思 然后第二点 and of becoming prematurely an object of disgust himself 就是变丑 自己提早变成人家看到就恶心的一个标的 一个对象 then in any other line 水手比任何其他行业的都容易遇到这两个危险 所以Sir Walter同一口气 又讲人家身份地位变化不应该 又讲人家就是很快就变丑 可见在他心中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 然后下面就是讲一些故事啊 遇到一个丑八怪 然后问隔壁的人说 这个是谁 年纪多大 然后他猜说大概六十岁吧 然后人家跟他说 人家仅四十岁 然后看起来像六十岁 然后Sir Walter讲说 这个人家就是很丑 然后就是每一个水手都很丑这样子 所以其实说到健康 当时的看法 其实就跟第二题的那个美貌的看法很像 健康美貌身份地位三个都绑在一起 对不对 因为虽然这一段他讲的是看上去的外貌 但是他一开始的起头用的概念是 Youth and Vigor 年轻与活力 这个通常我们是把它想成健康 所以三个概念都绑在一起了 好 然后第五题 这三个女生的角色刻画 Elizabeth 可以从第五页看到 这个是Sir Walter在想他三个女儿 所以我们从第一页开始 For one daughter, his eldest,长女 He would really have given up anything which he had not been very much tempted to do 真需要的话 他愿意为了长女牺牲一切 不过呢 他没有遇到什么机会 真正需要这样做 所以其实这句话也是 小说在讽刺Sir Walter 他虽然想是这样想 但是没有经过失恋 他只是凭空说说而已 Elizabeth had succeeded at 16 to all that was possible of her mother's rights and consequence 这句话要稍微翻译一下 Elizabeth 16岁的时候 就继承了他母亲所有的权利与分量 所以succeeded是继承 那他母亲原本是一家之主 就是当时认为男主万女主内 所以一家之主其实是女生 那所以母亲的rights,权利 and consequence, consequence这边是分量 所以Elizabeth继承的不是她母亲的个性 也不是她母亲的为人 他继承的是一家之主的作风 也不是作风啊 那个叫什么 继承这个地位的正当性 换个说法就是因为Sir Walter没有再娶嘛 所以Elizabeth就等于是顺理成章 变成了一家之主 然后呢 他确实也担当了这个职责 and being very handsome and very like himself 这两句话其实要放在一起看 Sir Walter觉得Elizabeth很美 原因就是因为跟他自己个性很像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美貌跟身份地位绑在一起 好 所以从这边我们第一眼就看到Elizabeth跟她父亲个性很像 然后又好像有一种 好听一点就是胜任一家之主这个工作 难听一点就是以止气死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部分 在 好像是十二页吗 十七 对 十二页 第二段 Lady Russell 所以这一段的角度是Lady Russell 在看Elizabeth Lady Russell indeed had scarcely any influence with Elizabeth 她对Elizabeth没有什么影响力 and seemed to love her rather because she would love her than because Elizabeth deserved it 而她 以母亲的角度去爱Elizabeth 不是因为Elizabeth值得被人爱 单纯是因为Lady Russell想要这样子爱她 所以作者又有点在讽刺 就是对她对Elizabeth这么好 但其实Elizabeth不一定值得这样子对待 She, Lady Russell had never received from her Elizabeth more than outward attention Elizabeth给她的注意力 好像只有表面的注意 没有真诚的对待 Nothing beyond the observances of complacence 只有表面安逸和谐的尊敬而已 而不是一个深层的尊敬 complacence是安逸 安于现状 所以就是没有特别需要变化 加广加深 现在就很好 observance 自根跟observe当作 叫什么放假一样 observe a holiday 意思就是遇到这个假日就放掉 是从这个概念来 并不是观察 尊重礼节的意思 然后呢 had never succeeded in any point which she wanted to carry against previous inclination 翻译的话从后面开始翻 如果是跟Elizabeth本人倾向相反的话 任何想要说服Elizabeth的点 她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所以这边 to carry a point 意思就是说服人家 所以这句话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Elizabeth是什么样的人 不怎么样的人又很固执 很难就是跟她讲道理 好 所以这个是Elizabeth 再来Lady Russell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看到 Lady Russell是 至少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 喜欢给建议 因为Lady Russell 她不是爱德特家庭的人 她只是我们如果回到第四页的话 有讲她跟爱德特夫人 人们是好朋友 所以算是 a friend of the family 现在会这样讲 就是家里的固有 自有 但是以这样的身份 她还一直给Elizabeth的建议 所以可见她也是 喜欢提出自己想法的人 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就要看她给的建议怎么样 那我们看第四页 讲完Lady Elliot之后 稍微简单介绍了女儿 然后Sir Walter is a silly father 就是也不是可靠的男人 那唯一就是留下一个好的人脉 就是Lady Russell 就是从这段开始介绍 所以讲Lady Russell sensible 有头脑 deserving 所有好处都应得的 who had been brought by strong attachment to herself to settle close by her in the village of Kellynch 因为跟Lady Elliot 浓厚的情感 而在她附近住下来 就在Kellynch这个村庄里面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地人关系 Kellynch是一个社区 然后呢Elliot家他们住的地方叫做 之前在哪里 Kellynch Hall Hall这边是大厅的意思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庄人 英国那个时候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 我们之后有一周会提到这件事情 会再深入讨论 因为是个封建社会 所以贵族都拥有一点土地 然后呢 他们拥有的土地上面就会有一些平民 然后所以贵族有义务要 不是养活平民啊 平民死了没关系啦 就是但是要至少去表达关心关怀 这是贵族的社会责任之一 然后如果平民有急难向当地贵族求救的话 贵族应该来提供适当的协助 所以 Lady Russell是搬来住在他们 这个庄人附近 Village of Kellynch 不是Kellynch Hall 不是住同一栋 And on her kindness and advice Lady Elliot mainly relied Lady Elliot非常仰赖 Lady Russell的好心跟建议 仰赖这两个在干嘛呢 For the best help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ood principles and instruction which she had been anxiously giving her daughters Lady Russell的好心跟建议呢 就能够协助Lady Elliot 维持 好的原则跟教育 而好原则跟教育是 他非常 小心翼翼的要交给他女儿的 就是这两个 所以到头来讲的就是Lady Russell 对于 Elliott加三个女儿的教育 是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间接透过Lady Elliot 还是Lady Elliot过世之后 直接继续当 譬如说Ann的教母 还是有协助教育的 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Lady Russell 善于给建议 那这边又提到说 其实他给的建议都不错 因为他是一个 sensible deserving woman 那我们也知道Lady Elliot 被奉为女性的完美形象 也很仰赖Lady Russell 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 罗素夫人 担心Mrs. Clay 跟Sir Walter的关系 这个也是他担心的事情 所以感觉好像他就是一个 蛮会看人的一个女生 然后蛮懂得正确的 就是上流社会礼节 跟身份关系的人 好 最后就是Ann Ann这个角色如何被刻画呢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第五页 第五页这边就是 简单介绍三个女人 我们刚刚看了Elizabeth 然后Mary一句话就讲完了 但是Ann呢 Ann with an elegance of mind and and sweetness of character 心智优雅 个性甜美 which must have placed her high with any people of real understanding 任何懂得看人的人 都会很赏识 Ann这样的个性 to place her high with 或是among 就是如果你 你请一个会看人的人 去给这些人排序的话 Ann的顺位一定是很前面的 但是因为 爱德特家庭都是蠢蛋 都不会看人 was nobody with either father or sister 父亲跟姐姐都看不上她 看不起她 her word had no weight 她说话没分量 没人听 her convenience was always to give way 需要让步的话 有人都是Ann先让步 就是她自己的方便 放在最后一位 she was only Ann 所以从这边看到 Ann个性很好 然后那个心智也很好 Lady Russell也很赏识她 下一段这边有讲 Lady Russell loved them all but it was only in Ann that she could fancy the mother to revive again fancy是想象 只有在Ann的身上 她才看到Lady Elliot的影子 所以会看人的Lady Russell 就很赏识Ann 好 那下面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Ann美貌的部分 所以她个性很好 但是这个就是十年前 遇到了挫折 所以外貌 她父亲觉得外貌消沉了 什么什么的 但我们仔细想想 Lady Russell跟Ann 这两个目前被奉为 正向的角色 Lady Russell可以说有一个缺点 就是一直尊尊教诲 明明不是她家人 但是她就像是当做人家的继母一样 开始就是一直给建议 但是Ann呢 Ann有什么缺点 太相认吗 这算缺点吗 就是遇到任何不方便 总是她第一个让位 严格上来说 也不算是个缺点 因为毕竟就是在他们三个人的家里 Ann最小嘛 Elizabeth是长女 然后Mary妹妹嫁出去了 所以他们家三个人她最小 让位好像也没有说不合理 只是说她姐姐跟父亲 要她让位的让步的地方 好像有点多 像第一章 第二章就是讲说要去伦敦 然后硬是要把Ann留下来 不带她去 然后原因是因为要省钱 这好像有点过分 所以Lady Russell也有抗议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她要说服Elizabeth的点 十二月 我们可以继续看 从刚刚讲完继续看 She had been repeatedly She is the Lady Russell She had been repeatedly very earnest in trying to get Ann included in the visit to London 非常认真的不断地想要让Ann 也包含在去伦敦之行的一行人中 Sensibly open to all the injustice and all the discredit of the selfish arrangements which shut her out 对于把Ann排除的 这种自私的安排 这个不正义 这个对民生不佳的做法 Lady Russell完全都感受到了 Sensibly open 完全看到 完全感受到 所以不正义在哪里呢 因为Elizabeth跟着父亲去伦敦 不带自己妹妹 反而带Mrs. Clay Lady Russell就看不下去了 怎么可以带一个外人 然后把自己妹妹抛在家里 OK 所以今天这五题 有要提问吗 有没有哪边要我再讲详细一点 好 我先讲一下 之前有记忆封全班信 不晓得有没有去看 就直接在这边讲 期中考成绩出来了 所以呢 现在有一些事情要衡量 你看到自己成绩的 然后期末考规则有几个小变化 会变得更严谨 我们看一下 所以譬如说 你的格式一定要写文章 而不是按编号给条列式答案 这次还是有人这样做的 如果你没有答题 你只是绕着题目转 没有给一个明确答案 或是你没有写成 多段式的文章 你的分数就只有二十分 百分之五十 就不是二十起跳 是二十整 然后呢 如果你提供的证据 或是外源资料 没有来源页码 的话 就不算 我就不会给分 这次还是有同学 把 资料来源放在最后面 所以我就看不出来 你答案哪一个部分是你的 哪一个部分是找到的 那也有同学 有一些就是 举例呢 没有提供页码 我这次就 我想一下 我这次是怎么处理的 我这次好像就是 如果你完全没有页码 我才会扣四分 但是期末考就不一样了 期末考我们每一点都会看 如果你没有提供来源 或是页码 就那个例子就不算分 好 所以你知道期末考成绩了 你也知道期末考会改得更严格 现在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要减少 敲课的次数来赚平时成绩呢 还是说 也许不会几个 你可能要跑去写加分作业呢 加分作业在 木头最下面 这个东东 加分作业 它有字数限制 而且请你不要废话 是meaningful words 还是你会 因为加分作业其实不好写 我就是免死金牌 没有那么容易得到的 还是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你可能写不出来 可能要考虑检修之类的 这个是关键思考的时间点 如果你真的决定检修的话 我不会生气的 不会怎样的 就是每一个人逃生 都有自己逃生方法 就是留给各位去思考这件事 OK好 松一口气 我们继续讲文本 不要压力那么大嘛 所以下一次 一样每一周看四个章节 所以下一次请看五到八章 然后我下一次会再发 下半册的讲义 下一次吗 今天二十八号 下下次对不起 下下次会发讲义 好 我们来看 Chapter 5 On the morning appointed for Admiral and Mrs. Croft seeing Kellynch Hall 所以这个早上是 海匠跟海匠夫人 预定要来参观 他们即将成租的这个房子 的那个早上 Anne found it most natural to take her almost daily walk to Lady Russell's Anne就决定 那个每天 应该算运动吧 走去Lady Russell家 这一段就是散步呢 就决定那天早上来坐好了 And keep out of the way till all was over 然后待在Lady Russell那边 一直待到人家离开为止 然后他这个 most natural 这个其实是一个讽刺 这是坐着在讽刺 Anne 就 因为真正情况并不是 Anne觉得这样子 很自然 而他其实是刻意 要避开人家到来 就怕说会提到 他的那个前男友这样子 但既然做了决定呢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呢 When she found it most natural to be sorry that she had missed the opportunity of seeing them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离开了 但是事后 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呢 他又很后悔没有 借这个机会 见见海将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 这个most natural 也是在讽刺 这个平行结构是在讽刺 意义是 既然他有这样的特别设计 他后面就不应该后悔 那既然前面他 就是 假装顺其自然 那他后面会后悔 也顺其自然 我不知道这感觉 你会没有抓到 就是你既然要这样子 那那个后果 你又怎么可以后悔呢 这种有点讽刺的意味 那为什么会后悔呢 他错过了什么呢 这些讽刺的讽刺 两方的会面 proved highly satisfactory 双方都很满意 and decided the whole business at once 一切事情都全部讲好了 each lady the hearty good humor the hearty good humor 皮信如此之好 such an open trusting liberality on the admiral's side 看海将觉得这个人 个性开放 值得信任 开放的意思是说 没有什么隐瞒的 很直接的 as could not but influence sir walter 因此sir walter 也受到影响 就是觉得说 这样的人好像也可以啦 who had besides 而且何况 他还 been flattered into his very best and most polished behavior 被鳄鱼 残媚变得 就是行为表现得非常好 polished behavior 就是有注意蝙蝠 有注意细节 怎么被残媚呢 终于发生了 好 所以在家看的同学 你们应该现在没有画面了 但是放心 我没有要移动页面 我们就留在原本的页面 怎么被残媚呢 By Mr. Shepard's assurances 因为Mr. Shepard 一直跟他保证 保证什么事呢 He is being known by report to the admiral as a model of good breeding 一直保证说 海将早就听闻过 by report 早就听闻过 你的身份 身世 根本是典范 所以又在 这个对Sir Walter 这个重视身份地位 这件事情 又给他拍马屁 这个report 现在会翻成报告 但是以前report 一直都是消息的意思 听闻消息 甚至打仗的时候 你听到枪声 也叫做report 因为你听到枪声 就知道敌人在哪里 或是战争在哪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 他这边第四行后面 There was such a hearty good humor 脾性如此之好 注意他贯词是用an 这个是英式英文传统的写法 H开头 把它当作母音 这是从法文留下来的 法文现在也是H开头的字不发音 我们看那个 上半学期剧本也是 有个地方 他那个后面的派对的地方 婚礼的地方 有配乐伴奏 然后伴奏有人吹低音长笛 他是用法式拼法H开头 但是发音是obo H开头 但是居然是obo这个发音 所以从法文继承下来 H不发音的话 H开头的字 前面就是an 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些 甚至是二十世纪中叶前后的书 还是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即使是美式英文也会有 但是我们现在普遍都 变成以实际发音为准 H前面就用呃就好了 不要用呃 既然家里同学看不到荧幕 我也不能往下滑 所以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英文会受法文影响如此之深 1066年 安格鲁诺曼人 攻打不列颠群岛 然后把当时的王室打垮了 然后英国群岛 不列颠群岛变成 算是当时讲发文的日耳曼民族的殖民地 所以有长达好几百年 英国的统治者是讲发文的 那如果国王讲发文 贵族就会跟风跟着讲发文 然后就变成整个 就是政府体制都是以发文进行 所以至今英文还是深受发文的影响 虽然说英文 严格上来说是日耳曼语系 应该是跟德文比较近 而比较生活化的字 确实还是如此 比如说什么 open, close, heart, in, out the 这些这种比较亲近 比较具体 不抽象 比较生活中常会用到的单字 跟德文很像 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 法文统治时期 所以比较抽象 比较概念化的单字 就会跟法文比较接近 所以任何ity结尾的名词 都是从法文来的 法文叫itee上面有一个撇号 或者是ation 或tion结尾的名词 也是法文来的 但是法文很多是cion 诸如此类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语言谱系 它长得很奇怪 一般语言你可以分成 罗曼史语言 就是从拉丁文演化下来的 或是育尔曼语言 就是育尔曼民族 野蛮人演发出来的语言 但是英文呢 是育尔曼语系 然后嫁接到 罗曼史拉丁语系 就是因为被法国 说法文的人统治过的这个原因 这个其实也能体现 英文的国际语言优势 就是很多语言 会有一个中心组织去管控 这样的语言使用正不正确 对不对 比如说法国就有叫什么 法语学会 然后他们每一年都会裁定说 这个新的语言使用 能不能接受 或是冰岛 在冰岛给孩子取名 还经过政府审核通过 怕会玷污了冰岛的传统语言 英文就完全没有这回事 英文是你只要大家看得懂 听得懂就可以接受 以实际使用为主 所以英文的历史 非常的多样化 尤其英国殖民国 基本上是全世界的 日不落帝国 去到哪里 需要遇到一个新的事物 或是事件 需要一个新的单字 常常就会从当地语言界 用一个单字来 然后加以稍微变化一些 让英国人能够讲得出来 就变成新的单字了 或是像莎士比亚 大家常说莎士比亚是 对英文单字扩增的贡献 最大的个人 这个也有一些争议 后来发现莎士比亚 很多单字其实是 当时的人有在用的单字 只是没有人写下来而已 所以看起来像是 他发明的其实不是 但他本人也是有 发明很多单字的 他为什么能够 在语言上如此有创意呢 因为英文的单字不难发明 你只要能够 言简意该 然后朗朗上口的 表达出一个概念来 大家愿意使用 它就是一个新的单字 那同时这也是 学英文痛苦的地方 因为英文不断在变化 我们上这堂课 从文艺复兴时期 现在到第十九世纪 中年语言变化 我想大家都有体会到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次请把五到八张看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